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金布勒马术学府的李振强和他的小宝 那么这也是金布勒马术学府自主繁育的一匹赛区 那么早在两年前的时候就拿到过国际马链三星级大奖赛前三名的这样的一个程序 那么在这两年对人当中也是受疫情的影响的 包括因为李振强一直在欧洲进行东京卫会备战工作 所以其实这匹马也是确实没有太多机会参加很多 高水平的这种比赛的争夺 但是整个的状态还一直在保持虽然没有参赛 但日常的训练应该说还是非常的这种系统 那开场之后到目前为止 整个的比赛的节奏和进程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一起来看第一赛段的最后一道障碍 顺利的完成了第一赛段的争夺 当然了特殊两段赛 不论在第一赛段是不是已经发布完赛 都能够顺利拿到第二赛段参赛资格六接七 选择了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回转 整个马的身体也是非常的灵活 那么其实回转过来之后呢 第七道双横幕还是有一些角度的关系 当然是成功的通行 还剩下最后的两道障碍 第十一道的单横幕 正好在我正前方 一条直线上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又是一个小的回转 一起来看看最后一道障碍 以及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各位大佬 创作不宜给个三连吧 跪谢了 好的 这就是个阶段 这就是个阶段 这一道个阶段 你看这一道 就我来到的 这一道 这一道 我来到的 你